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彦 现在录制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2点24分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告的 礼拜六下午台北厂的讲座 新的底部骑涨股 新的底部骑涨股 这两天 震幅相当大 对不对 昨天跌了100多点 今天开高又打下来 从涨100点变成跌168点 外资的杰作 这个股市大流氓 就是外资 故意把盘给打下来 尾盘又拉上来 在做什么 就是要捡便宜货嘛 可是你不能乱买 外资在大换股 你要跟着一起做大换股的动作 高的要会卖 买底部的骑涨股 接下来再赚个50% 你就有机会了 哪些股票正要从底部开始接棒上来的 我在演讲会场上告诉你 礼拜六下午台北堂的讲座 新一波的底部骑涨股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报名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好 今天台北股市很戏剧性 从开盘大涨 到变成大跌 尾盘又拉回头 都是外资的杰作 为什么说是外资的杰作 我跟大家讲过嘛 外资做错行情 外资近年真的做得很差劲 之前大卖了7000亿 结果台北股市从8000涨到 13000 现在开始急得要做账 那这一波供出去 原本外资台紫期进多单 4万几口 够了一直买 卖到变 净空单 你就把它抱着4万多口抱上去 就赚大钱啦 这样一直卖一直卖 卖到变净空单呢 台紫期 都担不完啊 要怎么 打下来嘛 所以我说 股市大流氓就是外资啊 昨天打下来卖了146亿 让台北股市跌了140点 可是昨天外资台紫期没求 还小卖了500口 结果今天台北股市一开高 昨天打下来的动作 白费了 所以开高103点之后 那外资一定又把它打下去嘛 对不对 他都还没有减一定把它打下去嘛 所以果然开高变成沙滴跌160几点 所以跌160几点尾盘 能够从跌160 重新回来平盘 我估的没有错的话 外资今天应该是大买台紫期 打下来对面楼 楼下来买房子楼下来 不然你看尾盘在涨什么 都是大型全职股台积电 红海 台达电 我把它放大给你看 台达电 买广达 买金融股 都在买这些大型的全职股 不然他干嘛买大型全职股 最好把指数拉上来嘛 那要拉指数上来 一定是他买了很多台紫期嘛 所以你要看得懂 今天台北股市跌160几点的时候 有会员打电话问我 老师跌成这个样子 要不要卖 要不要卖要看你手中什么股票 你如果是 已经涨高的但是要卖嘛 那如果是才刚要涨的 被压下来 要赶紧下来啊 要赶紧下去买啊 买盘就会起来啊 果然尾盘上来了 你知道今天台北股市跌了160几点的时候 南韩股市很强啊 南韩股市没下来啊 还涨1% 日本股市间 也没什么跌到 跌0.3%而已 只有台北股市跌最多 香港股市间也是涨的 台北股市逆势跌 那就是外资的杰作嘛 所以台北股市打下去一定会撑倒起来嘛 所以今天震荡幅度很大 很吓人喔 看了懂就不吓人了嘛 看了懂就是提供给你减便宜或者好机会嘛 对不对 你看今天最弱族群 连续两天 最弱焦点在哪里 这两天最弱焦点 就是在记忆体股嘛 这在记忆体股嘛 联电 你看联电 世界先进 南亚科 华邦店 华东 网红 都变成外资的提款机啊 记忆体股 三个月钱 我就开始讲了 从9月份我就开始讲记忆体股了 只是大家当时 没有人讲记忆体股 只有零个人在讲 所以很多人 都不以为意 我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点名这几档 我是不是就点名这几档 制裁中心受惠 加上美光 被调高目标价 我从里面 挑 基本面最好的旺宏 后来又做 卫钢 你看旺宏两个波段 两个波段操作上来 两个波段操作上来 最多七十几% 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开盘前就通知卖出 8点43分 旺宏获利出清 金元店获利出清 从礼拜二开始就跟大家讲了 不够败了 不够败了 整个市场还一股热 结果讲完之后是不是下来了 是不是下来了 我拜你讲完之后 记忆提股是不是开始下来啊 我有在你拿钱吗 我在礼拜二最高点的时候 我告诉你 所以买底部的好处就是这样 当你要退的时候 你随便卖 你都赚大钱 那你如果追高的话 进退两难啊 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 你会举足不定 我旺宏也没有卖最高啊 我旺宏卖43块钱的啊 我没有43的啊 我也没有最高的啊 可是光这样两个破断下来就60%啦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养成 不要去乱追高 你要在底部还没涨的时候 你就要先买来破 让市场来帮你抬教 让法人来帮你抬教 这样才不会一直在追高 帮别人抬教 再做苦力 这样就好了嘛 对不对 记忆体股 不够购了 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 营收已经开始步入淡季了 已经连续两个月营收衰退了 已经连续两个月营收衰退了 开始步入淡季 行情还要公关 不简单啊 新的接手行情就会开始起来 所以你要买新的底部期涨股 要领先别人布局 对你看 群创也是啊 群创会是领先市场布局的 在别人还没买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买群创了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38一群创 九口三 九口四 载给十九 十块钱再加码 是不是又是领先市场布局 是不是领先市场布局 法人还没买 还在卖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布局了 法人一回来就帮我们抬上去了 从九块三 九块四 涨到 14块钱 今天创新高14块钱 48% 买底部就是有这样的好处 那群创我也跟大家讲过 会过去 可是指标高了 不要去堆 你会发现最近群创虽然很强 可是已经有点 攻不出去的味道 因为指标在高档 没什么都攻 所以随时它会再打回来一次 等打下来我们高来求 外资现在调高 尤达的目标价 含18块钱 群创会更高 群创每股净值22.9 所以你不要去追 这样我也不追啦 我跟会员讲 股票破的就好 下来可以求 我带你来求就好了 所以你要有计划 有节奏的交易 有计划有节奏的交易 你看昨天外资 卖了140亿 146亿 外资的博三股票 昨天外资买套第一名 国泰金 第二名 开发金 第三名 旺宏 第三名 富邦金 你会发现到 外资在转向了 外资在转向了 记忆体股退了之后 外资开始在转向了 今天金融股的部分 重点 富邦金 开盘就4% 开盘就4% 专期在我们没人在 说金融股 专期在我们没人在 买金融股 今天会员 有一个很高兴 赖给我 老师又被你说对了 你知道我们多少买了 42.5 44.5 前两天46 前两天45块钱又加码 今天已经来到47.7了 富邦金的缺了多少 最好追 我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谈过富邦金 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过富邦金 你如果有看的话你应该都记得 富邦金今年美股获利 8%去条 没有人在讲金融股 没有人在讲富邦金 金融股就是 Only one 富邦金 你知道富邦金前7个月多少 前11个月多少 7.57了 7.57了 12月再进来 起码8块以上 赚8块钱的富邦金 会去那多少 赚8块钱的富邦金 会去那多少 没有人在讲富邦金 没有人在讲金融股 只有林和宴 默默的带会员布局 只有林和宴默默的带会员布局 外资开始进来了 是不是买在底部 让外资来帮我们抬轿 富邦金去那多少 我演讲会长跟你讲 我演讲会堂告诉你 你知道外资持有富邦金的持股 也是相当高 买得很高的 外资持有富邦金的持股 也是1000多亿 外资持有富邦金持股1000多亿 之前给大家看过 所以你要买这种底部刚要起来的 你还要买这种 底部刚刚开始起来的 你看今天2327国具 526 会员很开心 我们从300多亿或4块就开始买了 你们都知道啊 我从最多的店买之后 最多320块 我买到300多亿就是的 我刚买的时候我就讲540了 现在已经525了 昨天外资调高 国具的目标价 已经喊到多少 喊到650了 外资人喊到650了 我说650也不为过 日本春田制作所跟太阳诱店 已经涨到相当于 国具660 670了 那你可能会问 650就真的会来吗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主力 我怎么会知道 来当然是最好啊 来也合理啊 因为日本春田制作所跟太阳诱店 已经涨到相对于国具在650了嘛 所以国具要做到650 也合理啊 那会不会来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不是主力啊 那我买在低档的 我就不怕他嘛 你现在再去追的 那就很辛苦嘛 你看今天从 526 杀回到 495 你如果买500 早上赚了二几块钱很爽 中盘一下来 便赔钱 要卖不卖 你进退两难 那我们买在324了 行情杀下来 破500 我还在咳瓜子 会员还在泡茶 气令神闲啊 这就是买底部的好处 买底部你才抱得住 你才有办法赚一个大波段 就好像3711 热光头控 今天也是打下来啊 打下来就打下来嘛 你买底部的不怕他嘛 他不管怎么洗 他在洗指标嘛 等指标 洗滴了之后 后面88块 也是会来嘛 那你可能会问 那真的88块就会来 我怎么知道 以他的获利 合理88没问题嘛 真正会不会来是市场炒作的结果嘛 他来 我就赚50%嘛 他没来我也赚40%嘛 怎么样我都是赚大钱嘛 那这个地方你再去买 你就抱不住了嘛 一碎一下你就倒不住了嘛 我买在地板的 我买在低档的 我就气定神闲嘛 这样懂我意思没 所以你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很多人 都在追行情 都在追股票 为什么 去追股票 因为你一开始你就不知道什么股票 会涨到哪里嘛 所以你只能随着市场的风向球 今天什么股票涨 你就去追什么股票 明天什么股票涨 你就去追什么股票嘛 你没有方向 你没有目标嘛 我都在底部就开始预告了嘛 旺宏28块30块 我就花41块 我也曾经讲到50块啊 50也没来啊 41块有来啊 可是从2829到 41块钱 也50%啊 日月光 我60块59块钱买的时候 我就讲88了嘛 是不是 国具 我在324买的时候 我就讲540了嘛 我都给会员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嘛 那这样股票你才知道 我这里一买我能够赚多少 你如果只是在追强势股的话 你有今天没明天 你的未来你不知道 听懂意思没 所以技术分析不是在看现行 你要以公司的营运 未来展望 去评估它未来合理的目标在哪里 目前股价在低 有利可图 那我们就来投资 已经涨高了 剩下没有太多空间 那再去追高就没意义了 这样懂得什么 对 所以你要有办法去评估一支股票 它未来的展望 它的合理价格在哪里 目前是高还是低 你才能够决定你值不值得投资它 我跟大家谈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听得懂 那就开启你未来整个投资路上 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如果听不懂 我也没办法我尽力啦 那你就只能随波逐流 随着市场在追高杀低 专门在追强势股 郁金光今天被大力光压下来 这没办法 因为大力光是头嘛 所以大力光跌 郁金光是一定被压住嘛 可是郁金光我个人觉得跌也不多啦 底部打这么厚 法人喊780我觉得合理啦 我觉得合理啦 但这种价格比较高单价 你看你个人的情况 瑞宜我觉得不错 今年美股获利11块钱以上 11到12块钱 尤其 10月营收22个月新高 这没刚才打出来而已 这落的就是机会 4935 茂林 我觉得也不错 我们做第2坡啊 第1坡买上去118卖掉 押回来 12110再买 昨天120 今天最高119.5 因为正好在关卡 到时候百里花站起 就开始上当了 是不是又是人底部的起掌股 我都找中国票你走啊 而且都是一些基本面很赞的 不是一些小型琼瑪股 阿猫阿狗 所以跟大家讲过你投资 你要买 公司有一定规模 赚大钱 股价在底部的 这才要投资嘛 这两天我跟大家谈 吃药的理论 对身体有益的药 要按时吃 身体健康嘛 所以赚大钱的公司你底部买你就会赚大钱嘛 如果是对身体不好的药你不好吃 我相信你也知道 因为吃了会吃死人啊 相同情况 何尝不是 你去买那种 营运差 股价又涨很高的 你把它堆下去 会让你赚大钱啊 相同的情况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经常容易犯的问题 来路不明的药 欲买这 欲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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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隔壁讲 那你就下去买 你对公司了解多少 所以每当你要买一只股票之前你先想清楚 这家公司我熟悉不熟悉 它是做什么东西的 它的未来怎么样 它的获利情况如何 它的股价会不会太高 你要先摸索过一遍之后 确定有利可图了 确定是对的 你在出手嘛 不要不熟悉的股票 你就不懂这家公司 那就听人家讲一讲 那你就买进去 那你不是把自己当白老鼠 你在挂索啊 难怪十读九书嘛 随时传达这样的观念给你 很多事情就是一个观念 观念对了 你就一帆风顺 观念没有办法调整 为正确的想法 那你就随波逐流 最高沙滴 最高沙滴 该买了 慢慢的 一天就输完了 所以我希望 我不可能每天跟你谈这个东西啦 跟你谈这个东西也浪费我时间喔 只是我希望你能够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浪费点时间没关系 来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还有好几档底部要起来的 我要请你来参加我这场讲座 新的一波底部骑涨股 新的一波底部骑涨股 我们再来赚个30% 再来赚个50% 礼拜六下午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以往就绩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